新矿神仪 岳阳楼是我国一座著名的建筑 在现代的湖南省岳阳市 它历史悠久 在唐朝初年就建成了 后来到了北宋的时候 岳州的芝州藤子金很有才干 就又重新整修了岳阳楼 恢复了它原来的雄伟壮观 藤子金和范仲淹是一对好朋友 范仲淹很有文采 写的文章非常漂亮 于是唐子金就请范仲淹来 希望他写一篇文章来记录一下修剪岳阳楼这件事 为了写这篇文章 范仲淹到岳阳楼上看了很多次 他发现岳阳楼除了景色很美之外 来参观的游客也都很有特点 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人 第一种人很悲观 他们来到岳阳楼 阴雨天里大风狂叫着 冻云湖卷起大浪 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星星 都不敢探出头来 远处的山也看不见了 这种天气里连旅客都没办法赶路 湖上的小船都被掀翻了 在雾气中还能听见远处老虎和猿猴的叫声 十分吓人 面对这种场景 他们想起自己的故乡和亲人 又想到自己的遭遇 十分难过 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而第二种人却很乐观 他们来到岳阳楼 天气晴朗 洞庭湖水很平静 和天空一样碧蓝 鸟儿在天上飞翔 鱼儿在水里游泳 海鸟在岸边美美地睡觉 到了晚上 月光照在楼上 就像是给月阳楼 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 打鱼的人唱起歌来 大家都十分快乐 这些美丽的景色 让他们心旷神移 心里很舒畅 精神也很愉快 他们端着酒杯 站在风中 十分潇洒 范仲淹看到了这些人 看到雄伟壮观的岳阳楼 又联想到自己一切一切 不离不离 不离感慨万千 于是写出了流传千古的 玉阳楼记 中华成语小课堂 心旷神移 正读心旷神移 事意旷开阔开朗开朗 移快乐愉快 比喻心胸开阔精神愉快 出处 送半正烟 半文正公文集 用法举例 今天我们去野餐 天气很好 大家都心旷神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